Jumi第一次在她自己的房間裡面爬唷 因為爸爸昨天整理到很乾淨 所以Jumi現在可以到處爬囉 這個房間就是她的房間啊 她覺得好新奇喔 以後婆婆中午休息的時候 阿公睡覺的時候 我就要帶她到這邊玩 這樣子她才會習慣她的房間 要不然之前她對她房間不太熟悉 今天是2014年7月18號 是Jumi第一次在她自己的房間爬 她好新奇喔 怎麼這邊的東西都好好玩喔 都是我第一次看到耶 這個新房間是我的啦 Jumi說哇我的新房間這麼漂亮啊 Jumi的房間真的是好漂亮的房間啊 Jumi好開心喔 她覺得哇 我的那個椅子也在這邊 而且 婆婆帶Jumi到這邊 阿公在樓上睡覺 這樣子大家都會很高興 阿公睡得也很高興 Jumi在這邊 自己的房間也玩得很高興 大家都很開心 好 Jumi不要擔心 大家 Ju阿公跟婆婆每天都會準備午餐 幫Ju爸爸準備 今天是吃麥當勞 明天 Ju婆婆會去買那個東海的雞腿飯 昨天是婆婆去買福館的三寶飯 所以每天都會吃得很好 不用擔心 Ju媽媽自己的身體也要照顧好喔 在日本要開心喔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Jumi的房間 哇好整齊喔 好整齊的房間喔 整齊的房間 整齊的房間 好就這樣囉 爸爸爸爸 Ju 哇 Jumi看到她的椅子好高興喔 爸爸爸爸 我替你一會兒 你一會兒 你一會兒 我替你一會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